组筋 组后筋 偏筑一点点 那个地方发麻 我有看到那个 工程掠地 拿着那个武器 工程掠地 这个武器可以说是先进的 也可以是原始的 你不管先进的也好 毕西部是代价 毕西部是代价 每次革命会是不少人 因为他们就冻到那个 武脏那样的 武器这类的 所以会吃到 吃到人身上 不管成功也否 不会是 只是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 那这一次 固域正常 通过从拜师经济几年的接触 然后 日同 天天那边 更有元来的那些关系之类的 邀请天人过来 外星人和天人过来解决 邀请他们来解决 那就另一种隔绝 在高危空间里面 通过 故事观的改变 避免那些无故的伤害 当然 有的人是帮他们带走的 带走的也就是会 不需要带走的也会趁着 趁着 有一些世界 让他们放到特略的位置上 就把他带走的 表面上看起来 可能是遇到了一个意外 或者遇到了什么自然灾害 实际上是 那是要带走的 就是就这样把他带走的 要带走的 就把他们带走的 就这么一个问题 人家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意外 有意外 但实际上是必然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意外 实际上是必然 但这样就是让人家 民意上还好心点 是因为意外去世 或者被水冲了 水灾 甚至是受到了惩状 所以高位空间后 去看 和我们人家去看 表现得不一样 但本质 赶快告诉了 坦白下来了 本质就想把这些人带走 这些人带走 当然了 也不是说 权力最大的或最大的 最大的二级的 先带走 难道也不是 反正分期分期 他们有他们的规划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 我会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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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